在美国的蒙大拿州的北部和加拿大相邻的国境线上 有这么一片地方 现在那里还纵横着25条冰川 广市有名字的湖就有130多个 要是算上那些没有名字的 得有超过700多个湖 还有200多个瀑布 以及成千上万的植物和数百种动物 这个融合了各种景观 以及上帝万千宠爱于一生的地方 就是冰川国家公园 这一集我们一起开车 上到这个公园里一条非常著名的路 去往太阳路 欣赏那里不同寻常的景色 从卡尔加里的市中心开车到冰川公园的东门 是290公里 这个公园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 所以需要穿越美加边境 冰川公园的北边 就是加拿大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 他们俩相互接壤 其实本来就是连成一片的 只是被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分开了 所以这个公园被称为 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 在1932年的时候 被指定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和平公园 在1995年的时候 他们成为世界遗产 说到冰川公园 肯定就要聊一下去往太阳之路 它几乎是成为冰川公园里头 甚至是蒙大拿州北部的一个代名词 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冰川公园的人 也会知道它的存在 这条公路连接公园的东西两端 长是50英里80公里 最高的地方在洛根 Pass 海拔是2025米 台湾应起伏在冰川公园里的崇山峻岭中 这是公园的东门 公园的门票是每辆车35美金 可以在里头玩7天 冬季的票价更便宜一些 是25块钱 冬季是从11月1号到来年的4月30号 公园入口的右侧有一个游客中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 到那里停下来 可以多拿一些地图啊什么的 从东门进来 我们现在开的这条路 一直到西门出去 就是去往太阳之路 丁川公园呢是全年开放的 但是这条路可不是 因为它建在高山上 而且蜿蜒曲折 下了雪以后清理积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条路的开放时间完全是看天气 比如说今年吧 它的开放时间是7月13号才开 一般来说到了9月中旬 这条路可能就关闭了 当然也看天气的情况 如果某年下雪下的晚 有可能它延长到10月份 从2021年开始 在这条路开放的季节里头 每天早晨的6点钟到下午4点钟 如果你想开到这条路上来的话 需要你提前在网上预约注册 凭注册单才能够开进来 这里是公园东侧的检查站 西侧还有两个检查站 预约注册费一点都不贵 玩三天就两块钱 但据说你要是拿到预约注册单 可得费点劲 这主要是近年来 来这个公园尤其是到这条路上开车的人 越来越多 每年来这个公园游玩的人是300万人 虽然没有班服的人多 班服的游客每年是400万人 可是这条路的开放时间只有这么两三个月 而过来游玩的游客多数都要到这条路上开上这么一遭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如果大家都用到这条路上的话 那肯定非常不安全 这个公园成立于1910年面积有4000平方公里 之所以被称为冰川国家公园 当然是因为这里有庞大的冰川群了 在1850年的小冰河时代的末期 这个公园而所在的区域里大概有150条冰川 即使是今天依然活跃着25条 但是据说到了2030年之前 它们可能会全部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里 都希望在冰川消失之前 看到以后再也看不到的自然景观 前面看到的是圣 Mary湖里头的野鸭岛 很多人都喜欢在黄昏或者清晨的时候来到这里 拍太阳日落或者是日出的时刻 这里是太阳点停车场 往下走可以看到三个瀑布 最近的一个单纯要走一公里 另外两个分别要走3.8公里或者是5.1公里 这里头有不少野餐桌 如果正好开到这块是吃饭的时间 你可以停下来在这野餐一下 这块的涂布道就挨着圣玛丽湖 所以一路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我们到这里的那天呢 温度达到了30度 太阳光极强 而且这块呢 因为有多次森林大火 所以树都烧得光涂涂的了 沿路上没有什么遮阴的 所以特别的晒 云头转向的居然没有走到第一个瀑布 反而走到了另外一个景点 日光峡谷 其实如果在上面开车的话 下一个景点就是这里了 建议大家到了这里的话 停下来看一看 它就在路边 如果正巧有车位的话 走不了几步就看到了 下面就来到了杰克逊冰川观景点 远处看到的那个冰川是这个公园里头 25座冰川里 第七大冰川 在2005年的时候 它的测量面积是一平方公里 但是在1850年首次记录的时候 这个冰川和另外一个黑角冰川还相连 它们共同覆盖了7.58平方公里 从1966年到2005年期间 杰克逊冰川已经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了 这个冰川是公园里最容易观察到的冰川之一 它被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冰川监测研究计划选中 进行监测 这个冰川正在被使用摇杆设备和重复摄影进行监测 也就是说对冰川相同的位置定期进行拍摄 在史相这条路的东边隧道之前 马上就会被眼前看到的景色震撼到 不得不说 看照片真的和你亲眼所见完全的不同 开到这里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找地儿赶快停下来 好在当年设计这条路的设计人员想得周到 完全能够体会游客的心情 在这条路上修了不少个观景台 行驶在这条美轮美奔的公路上 必须得提一下它那不同寻常的 建造在悬崖峭壁上的驻路史 公园是建立在1910年 在公园建立的初期 这片广袤的山区里头没有公路 只有几条马车道 为了方便人们自由来往于公园的腹地 管理局决定修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 但是就建这样一条翻山之路谈何容易 光是考察地形 公共道路管理局就组织了一支32人的小分队 队员们每天早晨都要攀爬900多米以上的高峰 身上契上承索 在局壁上完成一次一次的测量工作 这项工作真的是充满了危险 三个月内人员的流失率就达到了300% 有了这第一手的资料 驻路工程才得以顺利的展开 接下来工程队从东西两个方向相向修筑 一直向路线上最高点 Logan高地体积 到了1931年到1932年的时候 工程进入了首尾阶段 工人们经历了整个建立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 因为在连接Logan高地的最后十几公里的路上 有一条长达130米的隧道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东隧道 因为没有电力设备可以运到隧道 所以人们只能用手将所有挖出来的岩石运出来 非常的艰辛 一直到1933年中 这条建了20年 长度是80公里的路才终于完成了 但是马上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1925年以前建设的道路 因为当年建设标准比较低 所以不能够符合后来的要求 结果他们又得重新改进最初建设的道路 当时刚完成的路表面都是碎石铺器 一直到了1938年以后 公路开始铺器沥青路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 一系列的工作都停止了 一直到了1952年 道路才全部用沥青铺设完毕 这里是萨伊德湾 在这条路上开车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瀑布特别多 在别的公园吧 如果你要想看瀑布 至少得走上几公里的徒步道才能看到 这个公园的温度一般都比别的地方要低 到了7月份 美国其他地方早就被夏日炎热的气温所笼罩 可是这里呢 6月份积雪刚刚开始融化不久 公园管理处还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力和柴雪车过来清理积雪 难怪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瀑布 它们都是由于高山上积雪慢慢融化以后 正在往下流淌的高山雪雪 这里路边上可以看到Lunch Creek 午餐溪流 看这里 路边的积雪仍然没有化 要知道今天已经是7月30号 而且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摄氏30多度 这是洛根山口停车场 是这条路上最繁忙的一个停车场 放季的时候早晨七八点钟你到这的话就很难找到停车位了 这里有两条特别经典的徒步道 一个是去往尹湖 Hidden Lake 还有另外一条是去High Line 在这里停好车以后 走到尹湖的观景台往返是4.7公里 爬升是173米 5公里的距离可一点都不短 但是我惊讶的发现在这条徒步道上走的 很多很多都是一家人 老老少少都有 这条路上看见动物那可太轻松平常了 什么大脚羊啊 鹿啊 高山山羊啊 有时候还会碰到熊呢 High Line 徒步道 在刚才过来的公路的另外一侧 往返得24公里 先别急着说No 实际上走到这条路上 二十分钟的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眼前这样的景色 知道他们过来在看什么 这一家子高山羊 在这条路上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 而且现在我都准确知道他们家的位置在哪里 后面会知给你们看 这条路的路边上经常看到一些遗留下来的积雪 这不前面又有一块 让我们走进来去看一看吧 如果只是开车路过的话 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雪桥有这么厚 我好奇地走进去想拍点什么 但实际上这样做非常的危险 因为现在外头的天气有三十度 如果是雪融化或者奶块有薄弱的环节塌下来的话 那人肯定砸在里头必死无疑了 在高山上修路本来就不容易 这条路不可能太宽 再加上有很多的急转弯 公园对于行驶到这条路上的车也有一个限制 那就是车辆的长度不能超过6.4米 宽度不能超过2.4米 高度不能超过3米 如果刚才的图片 你还是感觉不到路有多窄 那这里我们上一个当车开到外车到 因为有车过来的时候 乡下会车时候的图片 这真好 你看呀 小朋友都在这玩 我先拍一下 我先拍一下 我也想到那块去玩 马上就看到了哭泣墙 这是这条路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景观 大约有30米长 它是因为雪融化以后的瀑布 还有山上的几个泉水 从路边的峭壁上渗出来而形成的 如果是初夏的时候 经过这里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这里是鸟女瀑布观景台 鸟女瀑布是这个公园里最高的一个瀑布 它的高度是170米 它的水源来源于冰川融化的雪水 通常是在春末或者夏初的时候 瀑布的流量非常的大 但是到了秋季的时候就非常小了 刚才看到的那几个高山山羊 它们的家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下面 这里基本上就是这条路的尽头了 在这里需要转上360度 再往前开 右手边就会看到远处的天堂峰 从现在开始就要在路的外侧行驶了 你知道吗 路的下面就是悬崖峭壁 要是恐高的人最好不要往下看了 这时候乘车的人千万安静 不要大呼小叫的影响司机的注意力 马上要经过的就是西边的这个隧道了 注意看 这个隧道里头居然开了两个观浪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这里是红颜观亭点 这里看到的是麦当劳溪流 它一直向溪流向麦当劳湖 这个景点就在路的旁边 停好车以后 乡下走这么五六分钟就看到了 这几天公园里实在是太热了 本来我在卡尔加里查卡尔加里的天气预报 因为温度都达到了30度 所以本想是到冰川公园避暑的 没想到这里的温度比卡尔加里一点都不低 可能还更高呢 尤其是下午 这里的温度可能都超过了30度 我才来这公园的人都没有想到温度那么高 所以都纷纷地往水里头钻 现在我们就到了麦当劳湖 这个湖是公园里头最大的一个湖 长的有16公里 宽的1.6公里 深有130米 炎热的夏日里 在这里坐在湖边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欣赏日落的美景 真的是好惬意 好吧 这集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计划 什么时候来冰川国家公园游玩 我会出更多的视频 具体介绍这块的情况 谢谢大家